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 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要想远离危险 必须先回家 必须先要懂得安全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儿童安全常识 花露水溅到眼睛里 夏天 安安非常讨厌蚊子和苍蝇 它们又脏又烦人 甩还甩不掉 安安最讨厌的还是蚊子 因为蚊子喜欢钉它 经常被蚊子钉得满身大包 又痒又痒又难受 每年蚊子出来的时候 安安总会叹息着说 哎 又要被蚊子欺负了 今年 安安不用担心被蚊子欺负的问题了 爸爸专门为安安 买了儿童专用的花露水 还买了一个粉红色的小蚊帐 相对于蚊帐 安安更喜欢花露水 因为花露水闻起来香香的 而且防蚊效果非常好 不过 妈妈并不让安安多用花露水 这让安安很不高兴 总以为妈妈不够爱她 连花露水都舍不得让她用 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 安安妈妈不让安安多用花露水 是对的 只是安安太小 不懂而已 有一天 安安安的班主任杨老师 发现安安心情不太好 就问她 安安 今天看起来很不高兴呀 怎么了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跟老师说一说吧 安安说 我怕文字小 很喜欢花露水 可是妈妈不是很愿意让我用 杨老师问安安 你知道花露水是用哪些原料做成的吗 安安听了摇摇头 杨老师接着说 花露水 花露水 大部分成分是酒精 还有部分香精 薄荷 曲纹成分等 闻起来香是因为香精 涂抹在身上觉得凉爽 是因为酒精挥发和其中的薄荷成分 花露水 花露水的酒精含量比白酒还要高哟 安安说 我 我只是不想让文字咬我 多喷一点 还有坏处吗 杨老师双手 拖着安安的小脸 点头说道 有呀 花露水使用过多 有的人会出现身体发痒 冒冷汗的症状 另外 花露水还有一种叫阴墨凝的成分 可能会导致皮肤出现过敏反应 花露水含有食用酒精 具有易燃性 涂抹花露水后 千万不要立即使用明火 如点纹箱 点烟 或使用明火造具等 否则可能受到伤害 安安 你妈妈不让你多用花露水 是为了你好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生妈妈的气啊 安安笑着回答 谢谢杨老师 我知道了 我回家 我回家会跟妈妈道歉的 放学回家 安安对妈妈说 妈妈 我要跟您道歉 妈妈笑着问她 为什么要跟我当亲呀 安安安不好意思 挠着头说 你不让我多用花露水 我以为您不爱我 很生气 后来 杨老师告诉我 小孩子不能多用 您是为了我好 我不应该生气的 妈妈摸着安安的头说 小孩子 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 以后不要再生闷气了 心里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 难道妈妈还会怪你吗 等明天到了学校 记得谢谢杨老师 安安点头答应 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 妈妈走到安安的房间 对她说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很多花露水的知识 妈妈也相信 你可以自己处理好 这片花露水 今天放在你这里 希望不要玩太久 安安接过花露水 郑重其事地说 妈妈放心吧 我一定少用 妈妈听了安安的保证 笑着离开了 安安安 安安拿着花露水 眼睛弯成了月牙 可是 答应过妈妈 不能随便用 现在又没有被文字钉 怎么办呢 这可难不倒安安 她拿着花露水 喷喷自己的玩具 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小客车 给你吃文字 小松鼠 给你喷点香水 小老虎 是不是下雨了 小嬷嬷 你也盘文字吗 安安 给每一件玩具 都喷上花露水 又喷了自己的小床 和小蚊帐 连鞋子和衣服 也喷了花露水 还不过瘾 安安跑到阳台 给花草们 驱虫撒香 玩得好开心呢 这时 突然来了一阵大风 把安安喷出去的花露水 给吹了回来 还有一些被吹到安安的眼睛里 好难受呀 安安在阳台上哭个不停 妈妈听了跑过来 看到安安捂着眼睛哭 立刻猜到是怎么回事 妈妈赶紧把安安抱到厨房里 不停地用清水冲洗安安的眼睛 就这样洗了五分多钟 安安才能睁开眼睛 妈妈对安安说 幸好这次进了眼睛的花露水不多 以后可不能再调皮了 安安哭着说 妈妈 我再也不玩花露水了 一点都不好玩 妈妈问她 那瓶花露水还要吗 安安安说 不要了 不要了 安全小贴士 小朋友们 在生活中 难道还有一些东西 见到眼睛里 比如花露水 洗衣液等等 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处理 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甚至会导致失明 这些物质进入眼睛后 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刺激症状 例如眼痛 烧灼感 流泪 中不开眼睛等 化学性物质 对眼睛的损害是严重的 一旦发生眼睛里 进入化学物品 应立即冲洗眼睛 最好将头 进入水中 睁眼 摇头 充分冲洗 冲洗眼睛的水 最好是自来水 只要水至轻 水量足 任何清水都可用 冲洗越早 越彻底 越好 一般是冲洗五分钟 对于比较严重的情况 初步清洗后 要及时送到医院就医 那医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